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操练 甚至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知道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但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去做我们该做的 或许要留意的 要避免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主就把这段话放入我的心中 就是我们都很熟的 在以福所书的第六章 讲到这个属于的征战 在我服事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认为 服事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除了这个本身的复杂度 或是那个需要 那个困难以外 我特别深深地感 特别被身体更新以后 我觉得一直是一个征战 这个征战是一个所谓的人的能力 跟一个属灵的力量的一个征战 人的血气 或是跟一个所谓灵里面的 弄的一个所谓的不同的层次的一个征战 那过去常常觉得真的是很灰心 很上胆 因为好像努力了半天都没有什么果效 但是倒过来 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 我就深深地感觉到 确实刚向院长提到的 神是得胜 我们的祷告是蒙垂听的 而且教会因着主的缘故 因着我们跟主连结在一起 所以教会的权柄能力 是连阴间的权势都不能够胜过 但是这跟我们每个人自己的 有没有预备是很重要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真理 但是我们怎么进到这个真理里面 我想是我们需要去操练 在这个以福所书第六章开始 第十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都知道要穿起全副的军装 所以呢 保罗这样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我很喜欢以福所书 因为以福所书帮助我 怎么去所谓的建造教会 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 是一个建造教会 一个所谓的蓝图 或是一个所谓的手册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当我思想这个以福所书 当然我在教会 在过去也好 现在也好 在讲这个以福所书说 我真的感觉到 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得胜 能够面对 从教会的整体 或是我们每个人 能够走得上去 走得过去 甚至走完又 我们回过头来说 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 而且我们就知道得胜了 我相信 在以福所书里面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特别在第六章 十到十一节 后面 当然还到 讲到这个经文 讲到十八节等等 一直到后面 我相信 如果我们明白 什么叫做属灵征战的话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一方面 征战是我们不可避免 第二个 因为征战的缘故 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得胜 如果我们不知道征战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胜 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考试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学的东西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经过 一个所谓的竞赛 我们能够怎么知道 我们的摆上的努力 是否能够 是否正是有果效 保罗这边讲到说 我还有一个末了的话 解释有两个 一个确实到以福所 这第六章了 最后一章 不过在解经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说 保罗说我还有一些的话 不能不讲 这叫末了的话 所以不能不说 原来讲了这么多以后 只是prepare 带领教会 进到一个的状况 叫做征战 我们都知道 就刚刚院长提到了 确实你大会天天看新闻 这个字都会跑出来 叫做茫茫然的忙 当然很多个字 说不定慌 这个是很忙 这个人很忙 叫心死的 这个叫忙 那忙了半天 有没有什么的盼望 有没有什么结果 就很慌了 不过最后 通把笼在一起 就说干脆 我们就给他一个字 叫做茫茫然好 大家对明年 或者2018 在我的所了解的里面 从新闻看 没有一个是很乐观的 坦白说 悲观的很多 经济 特别讲到 如果对于这个经济 以这个做股票 来做个代表的话 明年是2018 所以每个逢八 就一定是垮的时候 几年都这样 你去温文街经济学一下 1998 然后什么 到2018 这是明 讲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气候 刚刚院长提了 现在已经这个 这个气候的变热 所以这个所谓的北极 不是一点冰 一点冰掉下来 是整块冰掉 一掉 好像一个 美国哪一个州这么大 所以马就说到 以后可能不要住在海边 因为淹水会淹得很快 因为那个水都涨 还有很多情形 今天我在看一个新闻 说这个气候冷到 你要知道 那个加拿大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瀑布 都已经结冰了 他说鲨鱼已经活不了 因为鲨鱼都快 他要冻死 这新天新闻说 那当时 我们现在最面对的 天天看的新闻就是 我们这个空气的污染 怎么过日子 我们前不久还在笑 如果你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 回去以后 要带一瓶新鲜的空气 叫伴手礼 现在我们自己 连这种空气都找不到 这蛮麻烦 当然还有整个教育 确实是 今天也是看报纸 说哪一个是几年次的 是最新的 是七呢 还是八至九 所以一算了 从六到九 日子都不好过 因为不知道学什么 打怪 学完以后 也不知道干什么 我讲这些 给我们大家一个 非常所谓的 蛮悲观的 或者蛮负面的 对于所谓的前途 但从圣经的角度 我真相信一件事情 第一个 在这种困难当中 神会保守我们 你读这个旧约 读到新约 中南有很多事情发生 但属于神的百姓 神一定会保守 第二个 神一定会透过 这一切的困难 给神的百姓 能够站起来 为神来做见证 包括 如果一些灾难 讲到这个 临到埃及 但是不临到神的百姓 不是只为了 让神的百姓 真的好到那个程度吗 还是很多软弱 但是借这个机会 让这些 我外伴看见 有神的人 确实是有这位神 做保护 意思说证明这位神 是爱我们的神 是有能力的神 是又震又火的神 但不管怎么样 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机会 能够在这样的困难当中 为主来做见证 是 没有错了 就是我们看这个新闻 看这个所谓的分析前途 特别明年2018 其实真的没有好 看不出有什么好在哪里 那当时 前一阵子 在教会圈子里面讲到 有这个长老预言说 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很可能 这个战争就要发生 甚至有些的牧者 在我们一起聊的时候 就说你们教会 有没有预备好 征战来到怎么办 我相信这些东西 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留意 因为这也告诉我们 主来的识 有许多的印证 有许多的证 这个所谓的 一些的 一个science 一些的预兆 让我们要留意 主的来的日快进 这从某个小子来讲 一些事情 这种发生 不是太稀奇 那到底 我们要问的是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第一 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或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 为主来做见证吗 甚至能够 为主做更好的见证吗 所以就成为这段经文 我要跟大家所谈的 我们需要穿起 全副的军装 这边讲了一句话 要穿起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中文这样翻译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在原来文字 不是这样的翻 叫做神所赐 是神所穿的军装 换句话说 如果我是一个将军 你们是我的军队 我可以每个人 发一套军装 叫做每个人发一套 但是这句话 在原来文字的意思是说 每个人都穿起我的军装 换句话说 如果我是元帅 我要做的 我有的是应该你们有的 换句话说 神答应我们 给我们一套军装 是能够胜过仇敌 因为这套军装 exactly是他所穿的 他不只是说多一套 或多几套做给我们穿穿 这就是他穿的 因为他需要我们穿他的军装 是能够面对仇敌 而且能够胜过仇敌的 这些军装是什么 当然我们 这些人会背 我们讲到 这个真理是腰带 公义是护心经 穿起这个福音的鞋子 还有拿着盾牌 信的盾牌 就拿着信心的盾牌 可以抵挡这个仇敌 这个火箭 还有戴起这个 所谓的头盔 拿起圣灵宝剑 第一个 这段经文 我不会讲句解释 解经教告诉我们 这一段经文 不是用来读 也不是用来 所谓的思想 这段经文 是用来活出来的 所以不是只是研究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然后玩以后 我们就从头到尾被变 或许我们就出去 所谓的服侍 包括祷告 我们就把它背一遍 然后回以后再背一遍 解经教告诉我们 这是用来活出来的 那到底什么 是你要活出来 再去把这些 刚刚所提的 再去提 你发现 一件事是绝对分不开的 是跟神的话 是分不开的 不论是真理 不论是公义 公义就是真理 所分别出来的对错 那个对 什么叫福音 就是整个的真理的奥秘 带出来 叫人可以得救的 什么叫信德 信德就讲到 你对于神的真理的回应 那个的所谓的信与不信 抓住还是不抓住 换句话说 在你我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活出神的话语来 那当然是 前提是 你知道神的话语吗 你明白神的话语吗 以至于你愿意 在生活当中 活出神的话语来吗 军庄这边所说的 很重要的 就是你有神的话 在你的里面 而且你有 活出神的话语来 感谢主 在我们的年代 我觉得有些东西 蛮宝贵 在我的考虑里面 我们对神的话语 很看重 特别当我到 北美读书的时候 我们进到查经班 因为牧师不太多 所以一些牧师 在美国这么大 有些的牧师 华人的牧师不多了 所以呢 就常常去一些的教会 有些人 我们查经班 连牧师都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就我们这些 所谓的基督徒凑在一起 我们就所谓的查经 叫查经班 完了以后 有时候领导量牧师 来到我们这边 你们这些查经乱七八糟 因为经乱解 这老人家对我们 真的很挂虑 他有时候真会生气的 圣经怎么可以这样解 给这位老人家 讲完以后 我们就赶快回去翻了 果然我是乱解 所以那时候开始 甚至有些比我厉害的 他这个哈佛的 他自己跑去读原文去 他是哈佛的学生 他自己去读原文 所以有一天 当我们游队 台湾去的夫妇 在负责教会的时候 有个哈佛的postdoc 就举个手 是一个姊妹 到师母 你刚讲的 不是圣经说 你刚讲错了 我们过去的操练是说 当我讲到错的时候 有人会起来说 欧弟兄啊 你讲错了 欧传道 你讲错 我要说是在这里 你要穿起神全副的军装 The point is在这里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所赐的 不是所 神的军装 换句话说 你可以读很多的解经书 你可以读很多的 培林的书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我不是叫你 我不是迷信到 所谓拿本圣经来才灵 我意思是说 你亲自要进到 神的话语的里面 你亲自要进到 神的话语 你不能够像大会 穿这个所谓 手楼王的军装 弄不起来 你需要 所以我很感谢主 这些年来 我也发现 当一些弟兄姊妹 愿意照着神的话语 去思想 去明白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信仰 不再是一个壳子 一个空壳子 信仰不再是所谓的 theory 甚至是theology 他的信仰 成为他的生命 成为他的实际 OK 让我再讲讲 军装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 而且这边讲到呢 前面讲这些 腰带等等 这是一个保护 但后面呢 从解经啊 你会发现 要穿戴神 唇不及 然后最后 那边还提到说 要戴起头盔 还要戴起头盔 然后拿起 那圣灵的宝剑 就神得到 从语文的角度来看 是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而是军人 你这个军装要穿好的 腰带啊 护心镜啊 盾牌 但是还没有进到 真正的征战 还没有 engage 那个守卫 意思说 你军人就要穿这种军服啊 但是一碰到敌人的时候 你马上做一件事情 你会戴起那个头盔 然后就把那个剑配上 或许这时候把剑要拔出来 过去 在我出国前 我做御官 我在台湾 大概进了部队 大概两个月 我们就被调到小金门 然后在那边 大概最后半年 我就调到这个二胆去 所以是很前面 比大胆还前面 我们一起来 就是穿起全副军装 但是我们需要戴个布的帽子 因为那个头盔啊 是刚做得好硬啊 好重啊 所以枪不能够离手 那个钢盔 总要站在枪旁边 所以我们的休息 是把钢盔放在那里 把枪放在那个头盔的上头 但是一喊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马上把枪拿起来 把头盔就戴上 这代表什么 代表要进到一个征战的状况 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再解释一下 神的话剩在里面 但是在面对仇敌 不论他的攻击 不论他的引诱 他试探的时候 你马上抓得 很自然做的 就把头盔戴起来 然后把那个剑拔出来 那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就叫救恩的头盔 如果大家经过这个 所谓的祖邻 经历过这个鼠邻征战 包括疫病赶鬼 这是最常见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状况 会发生的时候 这时候 不是你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 因为这个环境 已经影响你的思想 那时候那个感觉 已经影响人的思想 这时候倒外 是你的思想 怎么去面对 去处理那个环境 有一次 在我人家祷告的时候 突然那个东西就冒出来 带一个人信耶稣 第一次没事 祷告他也跟你绝世 然后再过一点以后 他说牧师这个不行了 睡不着觉 然后在第二次祷告的时候 好像看得有点怪怪 第三次在祷告的时候 我说不是同一次 就分开 在祷告的时候 他突然里面的东西就冒出来 这时候你在想 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我要跟该怎么办 它是太晚了 它是太晚了 有个我在福乐选一些课 我没有读完这个词 我一个教授叫 他以前是非洲的宣教师 有个学生跟他说 听说你很会 就是为人家做四方意志 他说下次你做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要学生嘛 就跟着他去 所以他可以啊 当然可以 叫他去 那个学生 最先做也没怎么样 就是这样 到最后那个东西冒出来的时候 这个学生 连吐的 从他房子里面跑出去 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事情 有一次 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那个东西 好 你们好多个 不是一个 蹦哪一个 最后 也不是最后 那不到第几个 我数不清 你知道我是谁吗 其实我们应该跟他对话 就叫他出去就了事 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撒旦 我赶过这么多个 还没赶过撒旦 不过我就蹦一句话 撒旦又怎么样 耶稣已经胜过撒旦 我要说实在这里 当你服事的时候 当你面对所有 你穿军章 这代表你是一个 预备好 为主来征战的人 但是不见得 每一个时刻 都engaged在一个battle里面 不过会常常这样发生 这时候你干什么 你有预备好那个 所以你对你的救恩有把握吗 你对于在神的面前 知道神掌权 有把握吗 你知道这一生在他手中 他保护你看顾你 而且知道他负责 你的永恒吗 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 我们都说 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人 但你真知道 你因而信耶稣 你得着些什么吗 耶稣会一直要释放 我百分之百同意 如果神要做这样工作 但除了这以外 你还知道 你信耶稣以后有什么吗 不要忘记 拿起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是什么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 不是比武的那个剑 是一个所谓用像叫劈手的时候 就短短那个剑 是一个decker 换句话说 这是跟仇敌非常近距离的时候 用的一个剑 换句话说 有时候你会进到一个的程度 是与仇敌面对面 不一定要 三更半夜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会进到一个程度 不是睡不着觉 你是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 仇敌就用它圆的样子 当然这还是一个行 行条龙一样 要来把你吞吃 那时候不是你跑 不是你躲 不是还在问 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候是你手中 有没有一个叫做圣灵的宝剑 其实那个剑是很短的 听说 这个我不是玩这个东西的人 这个短的剑有两个用处 除了你长的剑跟他比武一样 那个短的剑是干什么 那个短的剑是说 如果跟这个仇敌靠在你 第一个长的剑你不好用 用短的去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打不赢的话 自己就自杀了 切斧 总的免得给他羞辱 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 当圣经用到这句话的时候 圣灵的宝剑 后面补了一句话 就是神的道 原来文字 这个神的道 不是Logus 不是Written Word 不是写出来 那个道叫什么 叫Rema 就Speaking Word 你不仅知道神的话 你知道怎么用神的话吗 你知道 不仅知道神的话 这时候你知道 用哪一句神的话 是最适合的吗 这就带出一个 既然神的话 是圣灵的末世 这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 圣灵怎么感动你 用这句话 来抵挡那个仇敌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会这样的做 只给他一个建议 当人家讲一些事情 一些困难好的话 讲一大堆 你要听 一面听 不是听了听 明白他讲什么 甚至可以简单问起个问题 千万这时候不要做什么 因为你还不知道 要该做什么 因为我还不知道 要说什么 不过就在听的当中 我就不断地祷告 主啊 等一下我开口说 让我能够说出 你要我说的话 我希望不是引用一些圣经 而是一个道 让我说出来是 让我speak God's word 而是一个 因为我知道 圣灵那时候 感动我 说那句话 圣灵一定要负我的责任 要我能够在这些事上 能够得胜 我今天不是要讲意识释放 我今天要讲的是 各位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因着他与我们同在 好叫我们能够走出去 面对这个 这么糟糕的环境 不论 我认为 如果从这个 属于的正常讲 不论是气象 经济 不论是等等军事的 后面都有黑暗的权势 做控制 所以你读一符所说 你一定读得出这个东西来 空中执政掌权 每一个人 当我以前还弄这个 所谓的 属于征战的时候 我找了一份的 这个资料 是发给我们 在那个conference 整个世界 从沙滩底下 你要知道 有多少执政掌权 每一个人管不一样 比一个更大的军队 还整齐 这么多名字里面 没有几个我读得出来 我要说在这里 这样的征战 如果我们能够 站立得住 而且能够得胜 不在于别的 是因为有神 那话在你的里面 而常常让你知道 你是谁 是一个军人 所以你就穿起这个来 你是海军 就穿海军衣服 陆军就军衣服 但是不是穿个衣服 好看好看 我是一个Christian 你要面对 随时要面对 可能会有的征战 有时候这种征战 是非常非常激烈 因为这种征战 是非常非常 与这个黑暗权 是没有距离的 我是1986年被神更新 在更新前 当然我是1970到美国 一直到1986我才被更新 我觉得这几个阶段 让我学习神的话的重要性 好叫我能够keep住 向院长提醒的 我们要怎么过一个分别为圣 过一个圣洁生活 这个观念 除了今天晚上院长提醒我们以外 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清楚 但问题是你怎么做得来吗 你做得来吗 你有吗 用刚刚才看 你有过一个分别为圣吗 如果要问怎么分别为圣 不是某个时候 某个时候来到教会 来到小组 分别为圣是你穿起神所赐的 全副均长 什么 神的话充满你 神的话遮盖你 神的话包围你 不仅停在这里 而且这话要活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有的试探引诱 你可以知道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面对 神怎么去躲开 甚至多少 特别你服侍的时候 特别你当天还没有信主朋友 或是有些基督徒 还没有清理好的 虽然信主这么久 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或者这时候怎么能够有能力 跟他面对面 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不要忘记 另外一个事情 圣经牧师说 到十八节的时候 靠着圣灵 要随时多方的祈求祷 并在此警醒的 我知道我们教会很看重祷告 我也知道各位非常看重祷告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我有很多的学习 我找了不少祷告的书来看 Charles Finney的 这个Andrew Murray的那一大堆 但是有一样事情 直到我被圣灵更新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靠着圣灵多方祷告 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靠着圣灵 是在圣灵里面 跟那个in Christ 跟在基督里 是同一个的语文的用法 in Christ or in the Holy Spirit 什么叫做in Christ 什么叫做在圣灵里 意思是说 你跟主耶稣认同 in 你跟主耶稣连结 叫做in Christ在基督里 你跟圣灵认同的连结 这个叫in the Holy Spirit 再讲了具体一点 或者是 你祷告我的祷告 不是我带着圣灵跑 是圣灵带着我来跑 不是我想祷告什么 告诉圣灵说 圣灵你要帮助我 好叫我的祷告 能够得以成全 是祷告 你还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 因为我们的祷告 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还软弱 保罗说的 所以圣灵要来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能够定义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 让我再稍微把这个解释一点 什么时候你祷告 在某个时候祷告 所以呢 我们祷告都有个目的 我们祷告都有个期待 我们都有个目标 我们常常这样的说 但是一个 这句话 回到这句话 在圣灵里面多方祷告 靠着圣 不是我们有个地方 有个目的 或是有个事情 原来这不是我来掌管 我来安排 是圣灵来带领 圣灵要你祷告就祷告 圣灵这时候要你 怎么样就怎么样 祷告内容 所以后面才用这句话 叫做 随时多方的祷告 随时 多方 不是为某一方面 我不反对 不要误会一事 这样的话 我们讲 你需要进到一个城 一个城市 不仅是为 这个事情祷告 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不过如果圣灵就插进来 祂要你祷告 是另外一个方向 你感觉到 祂的带领吗 如果祂看你是 为另外一个事情祷告 所以你说 这个事情慢点来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更重要 你要祷告 你愿意把 你现在祷告的事情放下 是祷告圣灵的带领吗 我希望我这个讲的 没有太悬 但对我来讲 这圣灵更新 我有个很清楚 我还在学 我们每个人 拿在神面前 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 都是跟我自己有关 甚至呢 为什么要造很多偶像 这些偶像也是我的需要 一个projection 我需要什么 我就造个这样的偶像 原来在我说 在我与神的关系 更清楚的时候 我发现 不再是以我为中心 一定要以祂为中心 小的时候 我跟说 妈妈我肚子饿 我要吃这个吃这个 不过那是三岁的时候 你十三岁 三十岁 你还是这样吗 会不会祷告 问妈妈 你要我做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很感谢主 当我知道 需要学习这个时候 几样事情我在学 凡事我都求问神 跟你们也分享过了 买个生菜 我就说主啊 你喜欢吗 我也讲过这个事情 当祷告的时候 当福祉王 我最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发呆 发呆什么 我把脑子全部 我的思想都沉淀下来 我要听听神的声音 我要听听主的呆 也因为这个缘归的学习 所以这些年来 外面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好的事情发生 我不见得马上就跳进去 我总要问神 这么好的事情 是我要做的吗 这样好的事情 是要我带进教会来吗 如果神说yes 我们就做 如果神说不 我有别的安排 我就让神带领我 做祂要我所安排 这个叫做 随着圣灵 或者靠着圣灵 或者in the Holy Spirit 你pray 你会祷告 先不要停在这里 要随时 要多方 随时 anytime 多方 不同的角度不能 并且在此 要警醒不倦 当然 一说不断的 这样的操练 警醒就很重要 刚刚院长提一下 你相信祷告会有效吗 如果你相信祷告 会有事情发生 你会警醒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watch and pray pray and watch 换句话 你祷告 你要省开眼睛看看 有没有事情发生 如果现在没有事情发生 既然你祷告 要不要看到 明天有没有事情发生 就跟你祷告那有关 以至于你可以 继续一步一步 调整你的祷告 一步一步的 这不 哦 原来已经成 神经答应 不过好像前面还有路 所以就一步一步 祷告 是一步一步 靠近神 哦 让我再解释这个字 今天我们讲究代导 什么叫做代导 什么叫做代导者 代导者 或者代导 这个字的意思 最简单的说 come closer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靠近一点 让我们能够对话 这个叫做代导 不是一边的 如果我的弟兄在这么远 我说跟他讲一句话 他听不见 听不清楚 这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 他靠近一点 走过来一点 或者我走过去 所以 we come closer then we have a conversation 祷告永远是一步一步 祷告的结果 用刚刚院长老 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见到他的容眉 你这么远 我这么远看 如果不靠近的话 你不太容易 进一步地看见神的 更加的容眉 你可能会停留在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两样事情 在2018我们一定要下功夫 就是个人 刚刚我非常同意 我们要寻求神的容眉 then you said how 怎么 你要花功夫在神的怀疾 我绝对不反对 你看很多属于书籍 但是导怪 你看这么多属于书籍 但从来没有花点功夫 在神自己的话语上 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你可能穿起别人的军装 但没有穿起神所穿的军装 但不要停在这里 你要知道怎么活出神的话来 你就可以站立地稳 而且需要征战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用神的话 去来赢的这个征战 这需要圣灵工作 这时候就跟祷告连在一起了 到底哪句话我该讲 神这么多话在我里面 这时候我要用哪句话 让圣灵来带领 让圣灵来帮助你 有时候他跟你谈谈 你说这样他问题 我就要为这个问题祷告 不然圣灵带领你 你说你会跟那个人说 等一下再谈你的问题 这时候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圣灵在引领你 让你知道他的问题是在另外一方面 不是这个方面 这就是我们的操练 这就是我们能够更加遇见神 这让我们能够更加活出神的心意来 如果这几方面是我们明年一年操练下来 千万不要忘记后面 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就是十九跟二十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这福音的奥秘 就当年十九节 这是我常跟神祷告 尤其在过去的时候 在操练 第一个 我要把这个词句 把这个所谓的颠倒一下 就不是照保罗的秩序 第一个 什么叫做开口 求神给你有机会 开口 不要说以为你可以有机会跟人家讲福音 是这么简单 或许就是讲了 我不否定 这个所谓 你要去传福音 发翻当 发单章等等 那时候我常学习 特别从John Wimber那边 神啊 求你每天给我一个叫做Divine Appointment 给我一个你安排的机会 好叫我能够跟一个人讲道 好叫我能够跟一个人做见证 或者好让我能够有机会服侍那个人 当然不只是一个所谓的神圣的约会 叫Divine Appointment 你可以多几个都无所谓 让神来开口 原来你预备好是一件事情 但是怎么被神用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仅这样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边说要开口 这讲明福音的奥秘 这边说使我得着口才 口才是讲到那个的内容 讲到要讲适当的话 这个口才绝对跟福音的奥秘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 神求神给你有机会 来服侍人 讲 第二个 求神给你讲到做到 是有内容的 是何无这个 第三个 叫你放胆 意思说这是你的信心 你的confidence 这三样事情是分不开的 但是是会成长 所以当明年我们说要左右开展 然后世代传承 我们要讲到转化 特别直上转化 除了我们预备好 因为进到一个征战 但在征战当中 你需要有神的统战 你需要神为你开个机会 你需要 当你站在讲的时候 你需要讲到适当的话语 第三个 你讲的时候 因为神的灵浇灌你 因为你在讲圣灵的感动的话 的手 神的话 神的灵浇 遮盖你的身上 可能从头到脚 你就先发麻里不一定 先不要说那个人没有倒下去 你就觉得你觉得 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 你觉得今天事情一定要发生 我相信到我们明年 这样的预备自己 这样去操练的时候 我相信明年 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在这困难当中 不仅我们证明 我们靠主可以站立的稳 而且我们知道 神是给我们机会 在后面日子 在明年 特别电子说 明年 他说明年很重要 后来他说 明年开始三年很重要 后来他说明年开始的 后面七年很重要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我们天天都要操练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跟主说 主啊 我愿意更多的被你得着 我要穿取你给我的军装 穿取你自己要穿的军装 我特别要在你的话语上 特别在圣灵引领里面 我要更加的敏锐 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丰富 让我们在任何环境 都能够站立的稳 靠着你给我的能力 成为一个刚讲的 这是第一个祷告 第二个祷告 主啊 用我来转化这个世代 用我能够改变这个世代 用我能够成为 下一代的祝福 给我有机会 来见证你 服侍你 给我在做见证服侍 给我知道我要讲什么 当我这样的做 你要我做 讲你要我讲的时候 你的灵再一次 大大的浇灌下来 让我能够放胆的 来讲你要我所讲的 做你要我所做的 让我们一起开口通神来祷告 主啊 现在我们的感谢来赞 愿生灵大浇灌大众 主啊 大意我们上去 主啊 我们的百姓站在这里 我们不许相信 不能明年是怎么样一个日子 明年是怎么一个光景 我们相信你听到每一个都是一个挑战 都是一个机会 明年是我们一个更加成熟的一年 也让我们更加有效的为人来做见证一年 那明年是一个更大荣耀 从这个我们教会张得一年 哦主啊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进到你心里面 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心里面 仰望你 仰望你 可见 我们不能加薇 我们下集我们 我们下集上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